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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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可常用 特别是重病机制 下面要从35条以下是张仲景治疗指引的一个病案实录 是一个举例 因为这个部分是属于一般了解 如果不讲的话呢 也有遗憾 因为它呢 由灵贵甘味汤啊 化财而来的几张方子 很值得学习 那个 请大家看36条原文 因为它这个就是小青龙汤用完之后 一系列的变化情况 等于张仲景的一个病案实录 首先看36条 所以作为灵贵甘味汤呢 这个36条 二类条文 大家熟悉 青龙汤下矣 多拓口罩 寸脉尘 齿脉威 手足绝腻 气从少府 气从小府 上葱雄烟 这个版本上有的就是按照葱气上腻 写的气从少府 上葱雄烟 咱们这是赵开美的本 写的是气从小府 上葱雄烟 可见这个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 奔吞气 症状 手足臂 气面 息热如醉状 阴腹下流阴谷 小便难 食服冒者 与福灵贵之五味 甘草汤 致气气葱 这么多的奸证 它要一个一个的处理 一个一个的解决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福灵贵之五味甘草汤 和在奔吞气病里面 下胶水腻的肾气奔吞 就差哪一味药呢 那个是灵贵甘草汤 现在就等于拿五味子替代了什么呢 替代了甘草 替代了甘草 仍然是因为脂瘾出现了下虚上食的情况 那么换这个药呢 他也讲了这个方子就是致气气葱 气葱的标志在哪里 就是说呢 气葱上火 上葱胸炎 奔吞气的表现这是一个 那么五味子和大枣之间 这个变化 说明了什么 取五味子的酸炼 那就是收敛豪散之气 使他虚扬不至于上福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什么呀 青面吸热入嘴状 罪状啊 那个是一个方面 就是呢 关于他下虚上食的这个情况 上胜 但是呢 他有那四肢绝腻 尺脉微弱 寸脉渐沉呢 是证明他有知隐的问题 是吧 胸肺有隐 有隐邪 是吧 上食 下虚的表现尺脉微弱 而四肢绝腻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上下呢 一种寒热呀 或者说那虚实的矛盾 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虽然寒隐在于上胶 但是不能仅用温散之计 因为温散呢 容易就是取他的什么呢 发跃洋气 影响葱脉 所以这地方呢 你一定呢 先制葱气 用葱气 特别是呢 改成五味子的道理 是吧 炼气贫葱 炼气贫葱 关于他这个 小便难 和呢 也有冒悬的问题 他说的是昏旋呢 魂旋呢 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也是来说明的 一身呢 这个葱气呢 一身之气 造成的 葱气呢 有时候呢 它不能及时的缓于下胶 咱们都那不是说 那缓字不念成缓 念成什么呢 旋于下 就是呢 它葱气上呢 是一个发作性的 应该呢 马上的 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旋于下胶 应该回去 它不能回 现在就靠什么呢 靠五一子 收敛让它降下来 这是灵贵甘草汤 灵贵甘胃汤 对于知隐的 下须上食 上食在于 隐蝎 停留意胸肺 和这个灵贵甘草汤 大家再下须自己 看一看 到底是操在哪 下面再看 那个37条 37条说呢 葱气既低 而反 更渴 凶满者 用贵灵五味甘草汤 去贵 加甘姜细心 以至其可满 这个方呢 就像它那方名体例 叫做什么呢 灵甘五味姜心汤 是把那上方里面 把贵汁去掉了 是吧 加了什么呢 加了甘姜细心 就变成了 灵甘五味姜心汤 灵甘五味姜心汤 它这个方子好用在哪呢 就是小青龙汤的 表证一节以后 咱不用 天理大早 泄肥汤那种 是不是啊 泄肥啊 降腻朱瘾 那个力量那么大的 这个就适合呢 平常的 咱们看 表证一节以后 它有喘有咳 完了呢 正气呢 又不很虚 咳谈喘的症 依然存在的时候 这是一个 很好的话引状 对于东南西北的 可家 喘家 都是很适应的 我觉得呢 要讲它这个方 就等于学 张宗宁 小青龙汤 表里双节 当表寒一节以后 针对寒饮 没有达到 像这个 亭里大早 蟹肥汤 那个严重性 又不像呢 小青龙 大青龙呢 那个寒饮那么重 又不说夹热 这个时候 就是灵甘五味姜心汤 为其主方 最合理 因为它保留了 小青龙汤里的什么呀 我说四个核心药 两个药对 它现在保留了 甘姜 细心 五味子 没有半夏的温造之性 是不是 但是有芙苓甘草 甘温之中 酌加了 行销开导之品 开 发跃之性 不那么温造 就是细心 靠细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于这个慢性的 支气管炎呢 是不是啊 这样的一些病人 特别是老慢肢 或者是像肺气肿 发展的这样病人 体质比较弱 这是个基本方子 你再根据寒热虚实 进行下检 我觉得比小青龙 那个用法呢 更实用 因为小青龙 你一开 一批笔写麻跪 你自己都觉得 能不能行啊 是不是啊 麻跪它心散呢 它不说是用芝麻荒定产 它直接是麻荒贵枝 但是用好了 我的老师就是 曾经在夏天 直接用 小青龙汤 就是原方 用的生姜 而不是断姜 真是当天晚上 就叫做 可坦串情人来 就是用的妙 用的巧 就一定的方程对 那么现在我说的话呢 你这加监法里 就是灵感五味江心汤 这个是非常好的 制可坦串 而且是以寒饮停于 凶肺 这样的一个方 证明了小青龙汤啊 表症也解了 完了呢 灵贵干味汤呢 把冲气也解了 现在怎么的呢 可坦串的本证复发 出现明显了 怎么办 灵感五味江心汤 用灵感五味江心汤 的作用是什么 以至其可满 所以这就是常见病的 常见临床症状 什么方 小青龙化财之后的 灵感五味江心汤 不用半下的心灶 用了细心和为止 这种迎合肺的 什么呢 宣散和速降 这个功能 因此是个好方 我只想说 我特别愿意用 磕壁清了 什么呢 他老宣传他的药好使 后来我发现 只要有痰 或者呢 有痰科不爽的时候 你一定照着咱们这个 化瘾 第一方 灵贵猪肝 不要着急去止咳 你要止咳 实际他咳嗽的本身吧 要使瘾鞋排除 你结果硬去症咳 瘾鞋在里 这个病情就前沿 治的时候就麻烦了 一定要学会什么呢 化瘾 化瘾好了以后呢 你再适当的 用点止咳止色 什么紫愿动画 你像射肝麻黄糖 它那里头就是 侯中谈鸣 是不是啊 有小青龙里的 那个表症结了 它就保留了一个 是吧 把柜子取掉了 留个麻黄 完了回头呢 不用干草 用那枣 这里头化财 就是有它的灵活性 学这个 你喉咙谈鸣呢 我就选一个色肝 专门去解痰结的问题 是不是啊 完了回头的话呢 有那个小青龙的 那个药物在里头 完了加点紫愿动画 这个色肝 有止塑作用 就是化瘾的力量大 稍加止塑的药 正咳的药 一定要让隐邪排除 因为那个色肝麻黄 也是怎么样啊 含隐色费 是外含 离隐 只不过呢 外含轻 所以它加色肝 加紫愿动画了 这个也等于 交给咱们 小青龙到底怎么用 如果和第七篇 合起来 你看学了几个 小青龙画财了 小青龙画财 成色肝麻黄 小青龙加石膏 现在又讲的是 灵肝五味 浆心汤 致气喘咳 下面再看那38条 可满剂 等于告诉你了 灵肝五味 浆心汤 治疗可满 有效 对不对 一定是寒饮 再肺 得知饮这种情况 没有表证了 是吧 也没有冲气上腻了 吃那个好了 但是怎么样了 而更服渴 充气复发者 以细心肝僵 为热药也 就是说 那个方里头 咋子呢 细心肝僵 是不是啊 属于热药 服之当随可 这口渴是因为 你的药啊 用力太温热了 而可反之者 为知饮也 如果说不可 因为你有寒饮在里 知饮者 法当冒 冒者必有 所以我认为呢 知饮 他说 应该把它画在知饮 也有这个道理 就是说呢 知饮者法当冒 有宣冒 冒者呢 必有 也可以引起 贪饮呕吐 这个地方呢 他说 偶者赴那 伴下 以去去水 因此呢 我说放在 狭义谈饮里 更合理的原因 就是因为 那个方药的组成 符合于 狭义谈饮 引流在胃肠 而这个要在 原方基础上 加伴下 还是考虑什么呀 恢复到 小青龙汤里面 解决寒饮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桂林五味甘草 去桂 加江心拌下汤 就是在 林甘五味江心汤 那基础上 加上拌下 就是加强 驱出寒饮的道理 他就是呢 多一个证 在原方 总的病级不改变的情况下 再加一个要 现在加拌下的道理 是什么呢 他也分析了 这渴 你不能渴得太大程度 说呢 那要不可 是因为他还仍然有寒饮为重 所以呢 不要去动 这个江和心的问题 热劲 温化的 温运的力量还不够 再加上拌下 又回到小青龙的这个 作用上 听明白了吧 这就是 38条 等39条 再加姓儿 又是一个方 为什么加姓儿 水去 偶指 其人 行种者 本来这个知隐 就有什么呀 欺形如种 对不对 那么呢 他说呢 你这个 由于知隐呢 有玄貌 有呕吐 你加上半相 现在怎么样呢 偶指了 但是呢 欺人 行种者 加姓儿 为啥呀 行种这问题 欺形如种 我昨天讲了 水 腻 就是 气腻 水也腻 证明隐邪呢 偏盛 有点上范 是不是 所以加姓儿的道理呢 姓儿怎么样啊 正好 心 散 心散呢 他能够宣废 也是呢 给这个隐邪呢 有一个划处的道理了 那么 其正呢 应纳 怎么样啊 纳麻黄 以其人呢 随必 故不纳之 这个随必 是什么意思呢 行种了 加姓儿是有道理的 为了呢 宣立废弃 使他气化 则 那个隐销行 就不总了 这是一个理论 他说的呢 手足弊 齿脉 威 这个是个虚证 所以不能用麻黄 他是这么讲的 那么 这就是因为 小青龙堂里 原来有麻黄贵之啊 这个方法里边 你再变化 只能加姓儿 不能用麻贵 不能心塞太过 不能心塞太过 所以呢 他说呢 若匿尔纳之者 必决 你如果真是 再加上麻黄的话 就出现麻烦了 什么证了呢 出现决逆了 那么 所以然者 以其人血须 麻黄 发其阳故也 所以这麻黄啊 你不能因为 小青龙堂里头 有麻贵 你就是照着方死 这个用死了 一定得是 表里皆寒 是吧 正面虚 这是才能用麻贵 小青龙一定得是这么用 用到指引上 也是在考虑这个 加减的问题 现在等于这个呢 张总领通过这个 实际病症的出入 告诉你临床 怎么加减 用小青龙 一个小青龙活泛到 什么程度 你说 是不是啊 原则性 灵活性 在这个病案里头 体现的淋漓尽致 是吧 所以加姓儿 也等于交给你了 麻黄贵之 姓儿 是麻黄汤 那组成成分 你只能选姓儿 你不能用麻贵 为什么 这已经讲了 要是发 就会造成 绝症 是吧 血须 不能 不能发三太过 这是 等于再加 这个名字 再简单说 灵肝五味将心 半下姓儿汤 他怕你记不住 加的什么药 干脆全名说上去 灵肝五味将心汤 原划 第一个呢 先加了个什么呢 半下 现在又加姓儿了 下一个四十条 又加一个 加大黄 为什么 若面热如醉 因为开始的时候 那就是啥症都有 但他没着急 加大黄 对不对 先解决冲气上腻 所以是灵肝五味堂 灵肝 灵贵干味堂 对不对 现在的话 若面热如醉 此为味热上葱 熏其面 加大黄以立之 所以我们学大黄的时候 为什么讲 直辙上行之热事 直辙里热 让他下降 甚至说九大黄 才能具备 直辙里热 使之呢 从上而下 从这里头也能得出 纵景用大黄的道理 看到吗 这种味热上熏的结果 他面赤像醉酒一样 就在灵肝五味 将心 半下 杏儿汤之基础上 再加一个大黄 直辙里热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味热 直接清除 这个方子里面 请大家看 方方就从加上半下以后 就开始把小青龙的那个 核心的那两个药 都是四个药 全了 看看没有 从加半下以后 细心干江五味子半下 下一方 细心干江半下五味子 都是这样的 方方都是保证 小青龙汤的核心药物存在 然后你再根据 有识症 便有识药 随证致之 所以他这个变证实质 有随证致之之意 和那个西医的对症治疗 有别 他一定是在 总的病剂分析上 总的症候不变的情况下 基础方不动 完了进行加减 是这样的一个随证致之 41条的原文 知隐占了十一个方子 外台福林饮 如果要算到 狭义坛饮里 就等于 狭义坛饮十个方子 知隐 十一个方子 那么再加上 玄饮的十早汤 一饮 大小青龙汤 当然这里我所说的方子 有十早汤的两用 小青龙汤的两用 又重复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我按照咱们的小节 先做一个总结 然后我再给大家 做一个暗语 或者临床应用的总分析 现在把前篇 41条原文 我所讲到的 用一个小节的方式 给大家做一下总结 下面呢 我们来 对第十二篇呢 做一个全篇小节 从片名上 我们看 谈隐咳嗽病 好像是相提病论 实际上呢 它就是专指 隐邪为患的一类疾病 作为咳嗽呢 仅仅是隐病范围内的 一个半发症状 是和第七篇里面 有联系 但是呢 它这个 泛指隐邪为患的 一类疾病 半发的咳嗽症状 大家想啊 有的兼有 有的没有 在四瘾当中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症状 首先来说 谈隐病的概念 广义说 泛指隐邪为患的 一类疾病 是谈隐 选隐一隐之隐的总称 那么 侠义谈隐呢 仅指隐邪 停居于心下胃 和肠的病变 在分类上 那么第一条 提示了 四瘾 有侠义谈隐 选隐一隐之隐 那么在四瘾诊断的依据上 侠义谈隐一定是 隐停于心下胃肠 肃胜 今瘦 水走 肠肠肩 力力有生 我为了帮助大家 记忆呢 记住一个瘦 记住一个有生 这是他的主动特点 那么 悬隐 隐停于胸邪 原文说停于邪下 可拓隐痛 这个隐痛里面 这个含义我已经讲过了 时间关系不重复 一隐 隐留于四肢基表 所以这个呢 满则易 赢则易 所以他呢 要流行于四肢基表 身体疼重 我给大家补充了 四肢重 和无汗的问题 当汗出 而不汗出 知隐呢 隐停部位在胸肺 那么在条文里面 涉及到 隔间说 隔上说 胸隔 三种说法 我认为呢 隐停胸肺 最能说明 知隐的隐留部位 可那一期 短期不得过 其形如种 这都是在 第二条里面 集中论述 用隐停部位 和临床主证 特征 来进行 作为诊断依据的 作为流瘾 进一步补充了 四瘾 他的这个临床脉症 是吧 我们说流瘾和浮瘾 在概念上 一定是具备 这四个条件 叫做什么呢 瘾流部位较深 病程较长 病势较重 一般药物 难以供出 在这个 共有的四个条件之下 那么作为流瘾 是指瘾邪 流尔不去 它分属于四瘾之中 因此八条九条十条 介绍了 私瘾当中的流瘾 比方狭义谈音的流瘾 心下有流瘾 气人背寒冷 如长大 条文写的如首大 叫开如长大 那么作为悬瘾的流瘾 它讲的是 斜下痛瘾缺盆 咳嗽则则疑 还有的版本写 咳嗽则转肾 这个我都给大家解释了 胸中有流瘾 是知瘾的流瘾 其人短气而渴 为什么渴 气不不均 那么作为 一瘾的流瘾 四肢力结痛 要和力结病 进行鉴别 那么脉沉者有流瘾 是不是 这是从 作为流瘾 流瘾深居于理 在脉象上 比那个主脉的咸脉 怎么样 沉于理 刚才我还提到了一个 就是结合第一篇 色鲜明者怎么样 有流瘾在望诊上 包括他的肌腑 发量 是不是 那么 也是作为流瘾的一个诊断标志 在病因病机上 我们从12条给大家分析 时少瘾多 说明了脾育失思 或者说呢 我给大家提出呢 就是阳衰 是指的脾育阳衰 而怎么样啊 隐邪停聚 是本性标识的病情 是不是 主脉 脉偏闲 为什么说偏 是因为隐邪 是停留于人体的局部 之则 当从温药核植 我分析了那些方面 最后的结论是 温补之中 作家行销 开导制品 温补 助阳 行水捐饮 或者说销水 坚饮 这个是温药核植之意的 主要功效 是这样体现的 关于辩证失智 是本篇的重点内容 所以首先来看呢 侠义谈隐 他的主方 或者是资本大法里面 林贵猪肝汤 温脾阳义化隐 16条 是吧 17条呢 讲了侠义谈隐的清正 威隐 是短气小便不利 那么偏于脾阳虚的 应当兼有什么呀 心下逆满呢 木悬呢 那样脾阳虚的证 仍然是林贵猪肝汤 温脾阳义化隐 偏于肾阳虚的 肾气丸 温慎阳义化隐 17条 这些都是一类条文 是吧 从智泽 是吧 包括呢 私隐方面 一二条 这个流隐浮隐 是二类条文 从15条的这个 当以问要何之 包括私隐的主脉 主要脉政和制法 都是一类条文 心下有流隐欲去 这个呢 干脆拌下汤 攻破力道 这个是治标的方子 二类条文 常见有水气 说明狭义弹饮 再常见的话 急则治标 激胶立花丸 前后分销 是吧 那么今天讲了 关于泽泻汤 我说呢 应当属于狭义弹饮的苦冒选 给大家介绍了呢 就是关于这个美尼尔士病 或者叫做美尼尔士这个 综合症 这样的一种 二性悬孕病 泽西汤 这个临床非常有效的方子 是不是啊 叫做沥水出饮 补脾治水 实际上是一个温利的办法 上病下取 饮停于旗下 这个五菱散症 化七粒水 表里分销 也属于温利 摊炎呕吐 我仍然把它画在 狭义摊饮范位里 呕家不可 小半下汤 呕家之胜方 祖方 何谓之呕 三饮将腻 呕吐玄迹 加福灵 也等于告诉你 加福灵的指征就是怎么样啊 除了呕吐之外 在肩有玄迹 是吧 何谓之呕 饮水下行 先可后呕 小半下加福灵汤 也是 让你判断 愈后 可与呕之间的关系 用它呢 来行水之呕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等于告诉你 小半下福灵汤啊 它也兼由标本兼制之一 除了之呕 要给那个饮鞋 化厨 得给它以那个出路 所以福灵有倒水下行的作用 补力兼优质品 悬饮食早汤 是吧 浸下猪水 这个地方呢 我还特别叫大家注意呢 食早汤里得干随 拌下 圆滑 三者呢 如果是粉末 撞入胶囊的话 量控制在五分以内 而且呢 应该注意 一日呢 最好是一次 观察第二天的 二变情况 是吧 这个量和用法 如果说呢 像干随拌下汤 汤剂的话 这个量也应该控制在15克以内 10克到15克 不能像他这个用到什么呢 干随三枚大个 那个呢 咱们没有经验的话呢 不要轻易的选用 这个呢 我已经介绍了 就有实验研究证明 它的有效成分 不容于水 所以散剂 用10个大枣的汤 那么来保护胃气 送服它 一饮 制法上当发气汗 所以当饮胜预表 兼油预热的话 大青龙汤 发汗兼轻预热 表含离饮居胜的 小青龙汤 发汗 来兼温化离饮 这是一饮的制法呢 就是要用汗法 因为饮邪 在其表 在其表者汗而发之 知饮 这个地方呢 比较复杂 是不是啊 首先来说 主方一定是小青龙汤 因为饮瓶在 肺 如果是表里截寒的情况 它可以解外寒 而除寒饮 所以小青龙汤 既可以治疗一饮的 这个情况 又可以治疗知饮 原因是怎么样啊 症候病肌相同 制法相同 知饮不得西 亭里大早泄肺汤 泄肺猪饮 这个也是和肺庸的 这个不得我 尽管病因不同 但是呢 病未症状病肌相同 因此制法相同 这个一定的具备什么呢 表证一解 是吧 这个 邪时气壁 当然是内外和谐的情况 一定的是外邪一解 邪时气壁 行政巨石 才能用亭里大早协费 知饮福满 厚魄大黄汤 这个厚魄大黄汤 需要和厚魄三五汤 小城汽汤三方 在量上 和他的组成的这个配武意义 来分析 他的这个方意不同 主治症不同 在这里后口大方呢 一定是输到肠胃 当地实习 是吧 作为知饮 胸腐满 包括大便的肝解 俱在 才能用它 知饮的重症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讲到了虚者是 木房底汤 对于饮邪 尚未结实的 就可以怎么样呢 补虚清热 通阳沥水的作用 就可以获育 如果呢 这个木房底汤 对于这个食者已经结实 没有发生料效 那么就证明了 病重而要清 要进行调整怎么样呢 因为已经用过了木房底汤 是不是啊 热呢 淤热已经去掉 所以呢 把石膏去掉 那么他正虚的问题呢 依然存在 所以人参和贵枝 还放在里面 加了什么呢 加了福灵和盲销 特别是用盲销 在挤浇黎黄汤里面 也说加盲销 就是 以肩头肩不破折 就是什么呢 以软头肩 即破也 咸寒软肩 这个力量 是吧 可以微肩 后下微肩 也可以聪服 来应用盲销 力量很大 行水散节 消减 作为指引的食症 也可以用食澡汤 这个呢 浸下猪水的作用 只能是食症 也不在呢 病程多长 在于证 是不是食症 用食澡汤的根据 指引的病案举例 看大家听没听明白 现在用文字 给大家概括 引邪呢 通过服小青龙汤之后 是吧 引邪斩解 表证已去 但是呢 冲气上腻 是不是这样啊 小青龙汤一定得是 表证解了 但是呢 引邪也可以说的 斩解 冲气上腻 所以呢 灵贵甘味汤 对贵枝的 平松降低作用 五味子的使用 不用大早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收炼 不让它有 阳气上腑 所以炼气 拼葱 坚以化淫 冲气解了 但是怎么样呢 指引复出 表现咳喘 为明显的情况下 零肝五味 酱心糖 这里头没有半下 有五味子 有西心 有肝酱 那么温费 捐饮 泻满止咳 所以呢 这个方我认为 是治疗一般的 那种咳喘病 老曼之 是一个最平稳的方子 那么呢 指引冒偶 现在呢 就是说 对于可喘症呢 缓解了 但是又出现了什么呢 冒悬和呕吐 那么就 灵肝五味 将心 加半下 那么这个汤子 就是呢 温肺 猪瘾 降溺之后 呃 指引呢 结果呢 这个呕吐止了 又出现了呢 外形如种的问题 加重 总是需要呢 来调理废气 啊 所以呢 又在这个 半下汤 基础上 再加杏仁 捐饮 宣费 那么指引呢 兼有什么呢 面池 如醉酒样 认为是 味热 上薰的结果 上薰的结果 在这个 灵肝五味 将心 半下 杏仁 汤 基础上 再加什么呢 加大黄 直辙里热 清晰味热 这方子讲的 够有意思的了 是不是啊 等于结合第七篇 大家对小青龙汤 做一个进一步的复习 啊 和总结 下面我们接着来讲呢 就是有关本 对本篇的暗语的部分 呃 学习这个 第十二篇呢 我觉得呢 首先从理论依据上 就是对水液代谢的这个问题 啊 皮主 运化水湿的这个功能 我们复习了内经的 素问经脉别论 是吧 同时我又给大家补出了 青奈的走述 就是本经书正那个作者 对于正常的水液代谢环流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涉及到肺脾肾三胶盘管 啊 这个就不重复了 啊 那么从病理上来说呢 素问的治真药大论 直接提出 引发于中 啊 引发于中 那么病级十九条呢 也提到了 逐湿中满 皆属于皮 因此呢 作为这个水液 那个代谢的这环流中 为什么隐邪的啊 发病 一定要择之于皮运失思 择之于宗教皮运的问题 是吧 他脾胃虚弱 这是从内经的理论 是吧 发展而来 张宗景从那个基本理论上 隐身到 隐邪 是吧 为患 在临床上到底有哪些标啊 就是哪些这个特征 光是临床正后判断不行 还得要确定 他的引流部位 才是 这个对四隐分类 一个诊断依据的确定 这个呢 是我们本科教学 必须明确的 基本概念 涉及到 广义谈引 狭义谈引 包括悬引流引 一引 还有什么呢 流引 腹引 腹引 还有呢 微引 肺引 这一系列 说明 赋予引病 这个概念 第一是有关 概念的问题 命名的问题 对不对 第二呢 就是关于他 既是病例性产物 又是致病因素 我们是通过 一系列的这个条文 叙述的脉症 给大家归纳 正因为呢 隐邪的内庭 脾云失思 要造成的隐邪内庭 第二呢 对于肺 尚不能通调 尚不能够养肺 下呢 怎么样呢 不能蒸腾化气 所以也能够影响到 隐邪的停居 那么作为隐邪停居 对肺和肾 又是一个呢 威胁在哪呢 就是一个是寒饮舍肺 一个是呢 肾邪的呢 害肾 就是隐邪害肾 这是彼此的 反过来说 隐邪对皮来说呢 也是隐邪困皮 更加呢 不能够 这个很好的韵化 水石 所以都是一个 互为因果的关系 因此是说呢 既是病例产物 又是致病因素 这个关于临床病症 为了帮助大家呢 来复习或者横穿 这个条文 我们拿狭义谈饮 来做例子 比方说 在二条上 首先讲呢 七人 素胜筋兽 本来形体上呢 是比较这个 不说是肥胖嘛 就是说呢 还是比较丰满嘛 结果得了病以后 迅速的体重下降 肌肉消瘦 我曾经给大家 对了一下子 就十二指肠 雍之症这个病 就是这样的 不是癌 结果呢 就迅速消瘦 也不能吃 然后呢 也是账满等等 这第一 第二呢 就是水走常见 历历有生 第三呢 就是 明贵朱干他弄里面 提到的凶邪直满 是吧 完了 木穴 包括说到 心下尖珠 那个流眼的话 心下尖珠 心记 就是啊 还有呢 就是提到了 什么呢 短气 微者短气 污水不欲饮 还有呢 就是灵贵朱干汤 那个条款后面提示的 小便则利呢 第八就是什么呢 小便不利症 小便不利症 那么还有什么呢 麦偏贤 麦偏贤 我再说一遍 看看对不对啊 瘦 有生 胸邪之满 木穴 小便不利 心下尖珠 有得有得补上一个心记 完了呢 微者短气 污水不欲饮 小便不利 麦偏贤 正好十个卖证 侠义谈饮 我说的对吧 十个卖证 是整个所有的条文 给它横窜 只不过有程度的不同 有本证 有那怎么样啊 侠义谈饮的流饮 有那水在五脏里 侠义谈饮的水在心 是不是这样 十个卖证 现在我要总括 四隐讲完了 它所设计的卖证 比方说 悬饮和知饮 所设计的 是壳 船 肿 满 疼 那么作为侠义谈饮 明显的是有 悬 记 藕 瘦 小便不利 我还应该补充的呢 包括 脾虚 不能很好的运化水湿 因为饮 为阴血 还有大便糖蟹的 是吧 当然如果化热 包括后可大黄糖 那是大便肝解 是另外的 我说的是 作为狭义谈饮 脾 脾羊 运湿的功能食指的话 兼有大便糖蟹 那么脾相呢 主脾是偏贤 流饮 脾尘 浮饮 脾 是不是这样 这是关于脾症 我觉得全讲完以后 大体上 涵盖进来了 我再说一遍 就是呢 作为 知饮 悬饮 它是 咳 喘 肿 满 疼 疼 作为狭义谈饮来说呢 就是旋 济 偶 瘦 小便不利 也是五个 对不对 我现在补出一个 狭义谈饮 可以煎 大便糖蟹 卖不说了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 它这个病情的变化上 我觉得呢 作为这个 缓急来说 是吧 旋饮和异饮 病情 发作的时候 偏于急 是吧 旋饮和异饮 有急的 发病特点 而狭义谈饮和知饮 相对释缓 这是临床所见 是这样的 因此呢 和我一开始给大家讲的 历代一家总结的什么 出病啊 怎么治啊 久病怎么治啊 是不是啊 是先治肺啊 还是先治肾呢 那个 都根据这个 整个我现在总结的脉症特点 发病的情况 来说的 再一个呢 我说呢 作为洋衰隐聚 阴寒之邪 因此它这个 是一个 为其长 因此一定要 温药和之 为其治本大法 那么作为 淤酒化热 是其病变 淤酒 特别饮邪 日酒 正虚 也是一个 应当注意的问题 不是说呢 光是因为它 本虚 要在选药上 包括木房底堂 用人参 给你的启发 外台复林瘾里面 有四金子的含义 这就是一个 标志 那么我们在复习呢 治疗大法上 一定呢 得记住 温药和之之意 它是从 为什么要用温药 我们讲了 从痰瘾的形成的道理 从隐邪的病例特点 从什么呢 温药的治疗意义 来理解 为什么叫和之 而不叫补之 它一定得是温补之药 和行销开导之药 两者得达到什么呢 相应 是吧 得相应 那么才叫做和者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使用上 我们觉得呢 这些方子里头 我们已经有温散 温利 温下 温猪 是吧 等等 所以呢 药力 有很大差异的 是吧 那么特别是呢 在给大家补充到 小青龙汤 这一个病案举例 更能体会 张宗景的辩证 失之于随政制之的这个 特别是活用小青龙汤 给呢 做出了典范 这个呢 请大家 下去再 自己再好好 那个复习 也体会一下 那么 再一个我想说的话 就临床应用上 治本大法 为什么一定要 以零贵猪肝汤 和肾气丸 为代表的主方 这个呢 就是一个 从匹运师司 这个病基的要点上 一定要从匹而治 治肾的道理 我觉得呢 他这个也是认为 比方说从 匹和肾之间的关系 匹羊 要依赖于肾羊的呢 辅助 或者说呢 依赖于他的 推动和增腾 所以呢 有的这个住家啊 对肾气丸 和福林 和这个 林贵猪肝汤的评价 特别是对肾气丸的说法 这个我引住家 魏念廷说哈 林贵猪肝汤 造土生羊 倒水补胃 化痰猪瘾 之第一法言 我说他是 天下化痰第一方 他也说 他因为有造土生羊 倒水补胃 化痰猪瘾的作用 那么作为胃寒呢 谈生 胃暖呢 则谈消 脾湿 引流 脾灶 则引去也 所以呢 他又说了此法 又为力小便而不伤 强迫小便 也为第一法言 就说林贵猪肝汤啊 不是去力小便 也不去强迫 力小便 而是呢 化瘾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方子要从这上来考虑呢 从胃而治 从温脾养而治 因此对临床上 我觉得就是经常原因不明的水肿 非特异性的水肿 原因不明的神经性水肿 包括心原性的水肿 那么林贵猪肝汤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这是一意 另外呢 认为呢 治疗悬孕 我提到美尼尔士病 包括脑震荡的后遗症的悬孕 这个呢 都可以考虑的 是吧 但是像一定的范围定在是 因 因坛而作悬 因引邪上犯 这个 就是呢 影响到这个青阳不生 昨阴上茂的这样的悬孕 才适合林贵猪肝汤 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一个病机 再一个呢 就从泽蟹汤 我提到的这个泽蟹汤啊 泽蟹总有 但是白猪 是为纵景致悬孕必用之药 因此呢 对于这个林贵猪肝汤 小半夏加福林汤 泽蟹汤 以及后来演化半夏白猪添麻汤 治疗弹悬 就是呢 不离白猪 还是因为它紧扣病机 这就是从林贵猪肝汤 为话引第一方 引申到为什么一定要用白猪 这个道理 还是因为它紧扣病机的问题 肾气丸 本方呢 不仅能够正化水液 而且能够间接作用于脾 这个理解 也是魏念廷在著本里提出来的 就是说 一火之源 以鸿暖 中焦之羊 使魏力欲消而脾快于运 不至水而饮 自无能流浮之患 这就是说呢 作为脾羊 需要呢 肾呢 来这个肾羊的这个推动 一火之源 以轰暖宗焦之羊 使魏呢 力于消化 使脾呢 快于运转 就是说呢 运化 所以不至水而饮 自无能流浮之患 这个地方呢 你说肾气丸是一个利水方 它为什么也能化饮 因为呢 通过一火之源 可以助魏羊 可以造皮土 所以呢 使魏力于消 而脾快于运 这个他总结呢 说灵贵猪干汤啊 以土气以行水 而肾气丸 养阳气以化阴 虽然所主不同 一个治脾 一个治肾 但是利小便 化隐则疑 所以后世总结说呢 通阳不在温 而在利小便 这就是呢 我们学化隐 这两个主法 这个道理呢 给大家介绍在这儿 再一个我说呢 比方说 东病夏至 这个夏天要服 肾气丸 这个什么道理 这个来源也是 源于内经的 素问玄冥五七论 他说呢 阳病发育 冬阴病发育 下 咱们现在所说的 隐病 邪气呢 为阴邪 发育阳 发育阳 的虚衰 所以呢 他冬天 多发 那么冬天 多发的话呢 夜天室 他理解说 交结病 更加有属虚项 当气候变化之时 病要复发 就证明 他更是虚项 为重 因此呢 咱们讲阴虚虚牢 叫做什么呀 春夏季 秋冬菜 那也是 在气阶 交接的时候 病情 加重或者复发 有属虚项 那是阴虚虚牢 现在要讲的呢 是 知音也好 下意谈音也好 那么他要是复发严重的时候 也是有属虚项 哪虚 脾肾阳虚 因此呢 应该在夏季 是吧 六七八三个月 或者说七八九三月 应用 零贵猪肝汤 温脾阳 一花瘾 应用肾气丸 当然得是金贵肾气丸 温脾阳一花瘾 是有道理的 是吧 这就是 这个 也是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四期调审 调审大论 素问四期调审大论 讲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这就是 东病夏至的 理论根据 所以这个 也体现了 张宗景的 隐病的这个学说 仍然是源于 内经的这个理论 发展而来 当然对我们 后世发展 这个 谈隐学说 也是奠定了 一个很好的基础 因为后来再发展的 就是对 炼业成谈的 粘稠的 未谈 那么谈呢 又分了 有形和无形 但是作为 隐病 清晰的 一定量的 清晰水液 停居在 人体的局部 那么 所表现为 四隐之分 那么依然 以十二篇为 原始的资料 是最 有价值的 篇章 因为时间的关系 包括我自己 学习的不够深入 只能讲到 这个水平 谢谢大家 好 中文字幕——YK